凉拌黄瓜许多人都会做,但是很多人都做错了 难怪你拌出来的黄瓜不是那么的好吃 今天教你换店大厨正确的做法 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盆里放入两根黄瓜 倒入一勺食用盐 一勺面粉 再倒入稍微多一点的清水 再下手把黄瓜抽洗干净 淀粉和食盐有吸附的作用 能更好的吸附黄瓜表面的灰尘和渣滞 揉搓完后再用流水把它冲洗干净 清洗干净后放按板上先用刀切去头尾 再用刀背把黄瓜拍扁 也不用拍得太碎 然后把黄瓜切成2厘米左右的小段 凉拌黄瓜之所以用刀背拍 是因为拍过的比直接切的更入味 全部切好装入碗中 很多人在这一步会加入食盐腌制 其实这种做法是错误的 正确的做法是加入一勺白糖 加入白糖腌制能保持黄瓜脆爽的口感 而且不会影响后面添加的调味料 拌均匀后腌制20分钟 接下来准备4根腐竹 腐竹用剪刀把它剪成小段 喜欢吃腐竹的可以多换一些 然后加入一勺食盐 倒入温水 这样能加速辅助泡发的时间 用筷子把它搅拌均匀 再浸泡15分钟 碗中放入一把木耳 倒入一勺白糖 倒入适量的温水没过木耳 加入白糖能加速木耳泡发时间 用筷子搅拌均匀后浸泡10分钟 然后准备兜一点的大蒜 用吃点的力气把它拍散 再把它切成蒜末 切好装入碗中备用 然后准备两个红椒切去头 再把它切成红椒圈 全部切好装入碗中备用 准备一些葱把它切成葱末 全部切好放一起 在碗里加入一勺白芝麻 再倒入滚炭的热油激化住它们的香味 调入两勺生抽 一勺香醋 一勺盐 鸡精 再来一勺香油 用勺子搅拌至白糖融化 画一盘备用 这个时候我的腐竹也泡发好了 看非常的柔软没有硬心 再用手把它清洗干净沥干水分 放碗里备用 木耳泡发好把它撕成小块方便食用 再把地再除掉 然后把它清洗干净沥干水分 再放入碗里备用 起锅烧水倒入一勺食用油 倒入一小勺盐 倒入洗干净的木耳焯一下水 水开煮个两分钟左右 然后把腐竹也加进去 把腐竹烫一分钟 烫好后用肉勺捞起来 稍微的放凉换一盘备用 这个时候我的黄瓜也腌制好了 看出很多的水分 把黄瓜的水分倒掉 倒入焯好水的木耳 辅足在倒入调好的料汁 家里有条件的再来一些油炸花生米 一把香菜 用筷子充分的搅拌均匀就可以开吃了 搅拌均匀后装入盘子里 方便食用 这样非常好吃的凉拌黄瓜就做好了 这样做口感清脆爽口 天气越来越热了 来这样的一道凉拌黄瓜下酒又下饭 喜欢的朋友赶紧收散了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明天见 拜拜